上期视频出现了大量的既视影像 他们大都拍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这个时候的中东出现了反帝反直的思潮 和民族觉醒的独立运动 在变革的年代 小人物也许会脱颖而出 而奢华的中东王室 也将从真实的法尔赛跌落人间 法罗克仪式是埃及脱离殖民后的第二任国王 一生三大爱好 好吃好色好投 年轻的法罗克也蛮帅气 又是唯一的王室继承人 所以很有女人缘 据说法罗克曾积攒了一百多号情夫 其中还有十来个妓女 埃及正面后 法罗克流亡意大利 第二年王后与他离婚 情夫也没了 所以法罗克全心专注于第二爱好 吃 自己终于因为暴饮暴食被撑死 法罗克是个平庸的国王 唯一的才艺就是偷盗 为了提高爬窃技术 法罗克专门在监狱里 寻找出一位记忆高超的老爬兽 并拜师学艺 学有所成后 法罗克特赦了这位授业老恩师 这段影像记录了1951年法罗克与第二日王后 纳里曼的婚礼现场 视频中的纳里曼看起来很青涩 还有婴儿肥 因为当时他也只有17岁 站在纳里曼身盘的那位盛装美女 已经30岁了 她叫法斯亚 法罗克国王的亲妹妹 因容貌出众曾被誉为亚洲维纳斯 然而这样的盛世美颜 只能被王室视为珍宝 以政治联姻的方式加入伊朗王室 当时伊朗王室的财富是世所罕见 伊朗王子不仅英气逼人 还是王位继承者 按理说 这应该是一段王子与公主的美丽童话 但现实很快打脸了 由于语言障碍 文化差异 伊朗宫廷内的婆媳豆 姑媳豆一刻都没停息 让这段婚姻雪上加霜的 是法斯亚的亲哥哥法罗克国王 法罗克在参加法斯亚的公共 伊朗国王的葬礼时 没有忍住偷盗的癖好 盗走了伊朗国王的陪葬品宝剑 授袋和勋章 这下激怒了整个伊朗 导致埃及和伊朗的关系迅速恶化 法斯亚很无辜的忍受着伊朗王室的嘲弄 最终选择离开 结束了与时任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婚姻 视频中参加各个婚礼时的法斯亚 已经嫁给了一位埃及陆军上校 随着埃及王朝被推翻 法斯亚也失去了公主头衔 成为了普通的上校妇人 直到2013年去世 享年91岁 这段很短的影像 记录了法罗克国王一家六口人的生活 他拍摄于1952年 埃及王朝被推翻的前夜 法罗克身旁的三位公主是前妻所生 大公主只比现任王后纳里曼小四岁 法罗克国王怀中的婴儿不到六个月 他就是埃及的末代国王福阿德二世 埃及政变后 法罗克退位 不到一岁的福阿德二世继位 三个月后被废 流亡法国至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